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珍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每周一股 来到星期一的每周一股 继续有阿龙会和我们推介她的深水股份 阿龙你好 阿龙你好 先说上星期所推介的股份 看到有编号2208的金峰科技 对比恒指的表现 恒指整个星期升了256点 升幅超过1% 不过股份的表现跑输大事 整个星期跌了2.5仙 跌幅超过2% 挨近3% 跌了下来令投资者也可以成功买入 你的买入价是9.9 但今日的中五收市价是9.6毫半 暂时来说最新的股价是9.57 相比买入价仍然要捱少少价 报处上有没有任何改变呢 其实金峰科技上个星期都明显地跑输了大事 其实上个星期推金金科技的时候都说到 风电这个行业本身的基本因素相对比较差 即使说金峰科技发了一个营起 但实际上看营起的内容都反映着 全年来说15年虽然有个不错的盈利增长 升五成几又多 但是第四季的增长速度就非常疲弱 一般来说第四季都是说这些风电行业 传统的旺季来的 在旺季的情况都做得很差都反映着了 公司的状况现阶段就相对不是太理想的 其实始终说两个因素影响 金峰科技现阶段都不单只是做一些风机 都有认为一些风电墙等等 市场是非常担心风电价格会下调的 另一方面就说一些风机那方面 市场很担心业绩上面 有机会的毛利率急降 所以都导致盈利能力增长速度 突然间有个转慢的迹象 那毛利急降 很多可能会反映着 就是说行业产能过剩这些相关的问题 所以基本因素现阶段 其实金峰科技不是真的一面倒太好的 即使有国策扶持到 帮助性有限 但是上个星期都可以选择推介 最主要说到 其实很多负面的因素 在之前的跌浪上已经反映了一大部分 金峰科技 现阶段估计9个多左右这些水平 预测市盈率大约是8倍PE 昔市说基本因素偏差 但是有国策扶持多 未来未必说会有个很强劲的增长 但是会不会导致未来的盈利 会急剧倒退 或者有个明显恶化的迹象 我又觉得未至于那么差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的时候 以个估值去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我仍然是可以继续看好快 金峰科技手上的订单是非常充裕 所以我觉得未来来 都有条件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势头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其实都有条件继续做中线的部署 不过你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都见到金峰科技10元这些位置 有个比较大的阻力在这里 短线来说 看看它能不能够突破10元这些阻力位置 如果能够突破1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后分股价 升到12元这些位置才股出离场 明白 讲完你上个星期所推介的一只股份 今个星期你会和我们推介的一只股份 有编号868的信息玻璃 先看看它的中期业绩 看见营业额額按年上升了4.9% 而股东应佔日利方面大升了2.4% 营业额方面不算特别出众 但股东应佔日利方面上升的势头 都很明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其实这个星期不如说一下 为什么会推介信义玻璃 其实始终讲的 如果论基本因素 信义玻璃的基本因素 不算太过差的 始终讲的 跟前个星期推水来股的原理一样 玻璃行业现阶段 都是内地政策扶持一些重点行业 是希望令到这个行业 可以成功去库存去产能等等 都令到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逐步地改善的 而在去年的中期业绩上面 都见到整体状况是不算差的 这个行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现阶段 建筑业或者一些汽车业等等 增长速度放缓 这些因素都限制住 他们在收入方面 不会预料有很爆发性的增长 但是公司在行业仍然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收入都能够维持一个单位数字的增长 整体表现不算太过差 另一方面 其实是说盈利能力 股东应接日利升了两成多 最主要是成功控制成本 无利率虽然不是有急升的迹象 但是始终在说 无利率或者经营利率 都有个轻微上升 都在反映控制成本的一些相关因素 制造玻璃 其实最主要的原材料 都是一些石灰粉等等的相关的原材料 这些原材料本身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在製造波青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牵涉一些的燃料成本等等 大家都知道燃料成本在上年来说 无论是原油价格或者天然气价格都好 调整幅度都不小 特别说原油价格跌这么多的情况下 都会有利于行业 特别说下半年来说 这个因素可能会更加之好 但是值得留意在说信以波这间公司 不单是控制成本做得好 亦都在这么多工业股当中 他们的负债水平都相对比较低 始终之前由于他们分拆 可能信以光这些相关的利好因素 都令到他们公司负债水平都相对没那么高 其实这个都会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很多时候工业股 牵涉着负债水平较高 会不会因此牵涉着 他们手上拿得比较多的美元债等等 因为人民币贬值这些因素 而有影响 对信以玻璃来说 都见到是没有的 因为你说政府债对权益比率 都是40%多 所以即使有拿外债也好 影响性会相对地有限 所以我觉得你说信以玻璃 现阶段的基本因素相对地较好 我觉得在业绩出来之前 是可以搏搏搏的 明白了 见到他明天就会出业绩 亦都发了一个的营起 我们可以看看下一版 见到信以玻璃在12月15日公布去年的纯理 就会去到 业绩的纯理将会增加四成半至六成 纯理的纯理是会去到19.8亿至21.8亿 也见到有些原因 这些原因是否都主要令到他能够有一个好的业绩 其实信以玻璃本身 你说说发完营起之后 其实你说明天 星期二就会公布全年业绩 我觉得这些位置都可以做部署的时候 因为说营起就是说他们的盈利能力 你看到的确没错的 升了四成至六成有很多 说最低升了四成四十五个百分比上半年来说 增速更加之快 都在反映的状况更加之良好 但是其实不单只说营起能力上升 如果说只是单靠营起能力 最主要都说到 提及到最主要成本减少 特别说一些汽车玻璃 相对地表现比较良好 因为始终说整个汽车行业 在去年2015年来说 整体而言不算太差 另外一方面 就之前提及到 信以光能都有一定的帮助性 但我觉得 为什么可以仍然去炒业绩 最主要提及到的成本减少 之前提及到 最主要说一些燃料 成本下降这些因素 特别说下半年来说 就说一些原油价格 或者天然气价格 跌幅 更加之明显 所以说转连业绩 会有更加亮賴的表现 看回毛利率等等 这方面的因素 其他的原材料价格 在下半年来说 都跌了很多 所以说毛利率 可能使用市场会有惊喜 因此有条件 推动股价上升 我想你看到 未来来也预料 信以玻璃 有个基本因素 相对比较好的因素 就是说 燃料成本持续低迷 这方面会有利 无论是毛利率 或者经营利润率方面 有个相对稳定的表现 在那里 你说说汽车玻璃方面 我想汽车行业 现阶段 都仍然面对着 增速放缓 这些相关的风险因素 但是汽车行业 会不会出现倒退 相比其他行业 又未至于风险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 汽车玻璃这些 相关的业务上 都有个条件 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 至于信义光能 未来来说 我相信长远来说 都可以对公司来说 带来一个帮助性 始终说 光复行业 都是受到各策扶持 所以我觉得 信义玻璃 即使你说去博业绩短线 去博或者中期后市 长远去看 我觉得仍然有条件 继续在中线看好 好 我们看看它的业务分布 见到2015年 上半年的营业额方面 其实贡献得最多 就是浮发玻璃 但是在毛利方面 贡献得最多 反而是汽车玻璃 和建筑玻璃 其实是不是都反映 这两个行业 汽车玻璃 和建筑玻璃 和信义玻璃的敏感度 会高一点 其实你说信义玻璃 这间公司 最主要做的是送食玻璃 至于玻璃里面的范畴 最主要是这三类 浮发玻璃 汽车玻璃 和建筑玻璃 汽车玻璃 和建筑玻璃 相对比较易明白 都是牵涉相关的行业 至于佛法玻璃 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玻璃 在说收入方面 的确因为技术水平上 牵涉着较少 甚至这些佛法玻璃 牵涉需求量比较大 因为这些佛法玻璃 都是用来加工 去做生产其他玻璃为主 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所以毛利相对比较大 所以说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流源 第一方面来自汽车玻璃 第二方面就是建筑玻璃 在上半年的业绩上 最主要的增长动力 都的确是来自建筑和汽车玻璃为主 特别说汽车玻璃 的贡献相对比较大 最主要都是说 相比建筑行业来说 汽车行业一直有稳定一点的增长 建筑行业这几年来说 特别说上年来说 都面对着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说很多房地产发展商 动工意欲是非常低的 所以都直接影响到建筑玻璃需求 但是始终见到的 你说建筑玻璃方面 我觉得后市来说 就未必看得太差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 顺义玻璃的确焦点 会落到汽车玻璃 或者建筑玻璃上面 汽车玻璃 都维持着 我觉得未来来说 会有一个稳定的势头 但是至于建筑玻璃方面 我觉得有机会从谷底回升 所以我觉得未来 我觉得今次推介的焦点 我自己是落到建筑玻璃上面 好的 我们很快再看你所推介的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一个利好因素 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有望舒缓 见到去年国内 已经有三成以上的生产线停产 主要是受到不合规格 减排等等的措施所淘汰 会不会都预视 未来会有更多的厂房 即倒闭甚至是停产呢 你说会不会再有进一步 更多的生产线 可能是四成 甚至一半的生产线去停工 机会性不是很大 但是你说有三成以上的生产线 已经停工了 这方面对整个行业 已经有正面的帮助 而这些正面的效益 未来我觉得会在今年的上半年 逐渐慢慢地反映 因为你看回图表上 就讲一些浮发玻璃的生产量 虽然整体生产量表现比较稳定 但按年的表现上 都看到特别是1415年开始 都开始不断有些倒退的情况 但是说行业 虽然有个倒退的情况 最主要就是反映着 国内之前提及到 很多生产线开始停工 甚至是倒闭结业等等 最主要原因就是 在生产玻璃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都牵涉着一些高温方面 去烧这些相关的原材料等等 但是 这个玻璃行业 都是一些高排放量的行业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 内地方面环境保护 没卖这些相关的因素上面 都是近期来说的焦点 说一些中小型的玻璃生产商上面 现阶段都受到减排的政策所规管 都不能够去动工 所以说这些第一方面 小型的玻璃生产商就很难再去复工 所以说会不会对未来来说 好像说其他行业的产能过性 解决完一段时间后 突然间产量飙增 再次导致产能过性的问题出现 机会性不大 第一方面就是说 虽然整个行业的产能 仍然有个按年倒退的迹象在 但是看中期业绩上也看到 信二波这个生产量 仍然有个稳定的增长在 都反映着他们的市场占有率 不断地扩大 最主要受惠就是公司的生产技术 水平相对地较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未来来说 我觉得行业的涛态产能的进度 都会继续持续 虽然那个速度 未必再像过去一两年那样快 但是反而就看到 由于已经涛态了一大堆的落后产能 未来来说 这个行业 我觉得无论是玻璃价格也好 或者是整个行业的生产水平也好 都有条件去提升 所以说行业最坏的时候 我觉得有机会过去 反而今年来说 可能有机会在产能方面 有条件做好一点点 好啊 再看看下一版 就有一个玻璃价格的图标 看到其实一直以来 在这几年玻璃价格 其实都有一个明显向下的势头 好像你刚才所说 如果真的去产能的过程 继续去进行的时候 对于玻璃价格 会不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其实见到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都见到玻璃价格开始见底回升 但是我想你说 未来来说 玻璃价格有没有大幅上升 甚至是2014年的高位 机会性不大 但是今年来说 都有机会 过去这几年来说 按年不断地倒退 但是今年来说 有机会可能持平 甚至有个轻微的单位升幅 我觉得不奇怪 始终说玻璃价格的回升 最主要受惠分之前提及到的 一大堆的落后产能已经涂大了 第二方面 其实这些玻璃的需求 会越来越大的 因为第一方面 汽车方面 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甚至说 一些新能源汽车 都有一个很爆发性的增长 你说信易玻璃 在新能源汽车当中 能不能够抢到市场佔入率 当然你说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觉得 汽车行业整体仍然 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这方面是确保一些玻璃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 内地有很多刺激基建 相关的政策 老陆的时候已出台 这方面也会有助到的需求 所以未来来说 只要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而生产线那方面 生产量都能控制 没有急剧上升的职场 供过预求 这个情况会有条件改善 一旦这个问题改善 当然会有利乎玻璃价格 所以我觉得玻璃价格 未来来说 有机会算定 甚至按年来说 可能开始 特别在下半年开始 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第二个利好因素 就是受惠燃料价格下跌 見到能源的商品價格在過往的幾個月都跌了很多下來 對於股份或者玻璃行業來講 其實都起到一個下降成本的正面作用 這個正面作用接下來可否持續呢 其實燃料價格對它來說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特別講到圖表上面 三條線 紅色的那條線就是一個布蘭特旗油的價格走勢 灰色的那條線就是一個入口的液態石油氣方面的價格走勢 至於你說黑色的那條線就是在內地上面 門市的平均售價天然氣價格的走勢上面 說到信義玻璃也好 或者整個玻璃行業也好 最主要都是用一些天然氣去作為燃料成本 主要原因就是天然氣的排放量相對較低 都合乎內地減排的相關政策在那裡 所以天然氣的價格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看回單單是說上年來講 天然氣的價格都按年來講 減了差不多三四成有多 這方面第一方面會利好他們的價格方面的表現 第二方面其實現階段都有一些消息 我們講到不少的玻璃廠 現階段甚至是用一些原油成本 原油為主 因為始終油價跌了那麼多 所以甚至連天然氣都不用 這方面會有利回他們的成本控制上面 當然大趨勢上我覺得 始終天然氣的價格會相對比較重要 因為始終天然氣的排放量相對較低 但是值得留意就是 天然氣的下調空間仍然有沒有 其實在圖表上面 只是顯示到去年11月份 現在講現階段大家都知道 每桶的布蘭特旗油 現階段都是30多元 接近近的回升 都去到40元的水平 所以在講天然氣的價格 未來來說其實還有一個下調空間 所以未來來說 其實對於信義波 現階段有個風險因素就是 如果油價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或者一個大升的話 對它來說會有機會有個衝擊 不過自己看法 油價近期來說雖然有個回升 但我覺得升到每桶40元這些位置之後 就會開始有個阻力 所以實際上我覺得 因為全年業績也好 或者今年上半年來說 這些燃料成本低迷 我覺得仍然會有利潤信義 而波利利活發展 明白 第三個利好因素就是 固定投資初見改善 見到全國1至2月的 城鎮固定產投資案年 增加了10.2% 在20個月以來首次上升 另外1至2月的房地產開發投資案年 亦增加了3% 亦是事隔兩年之後首次回升 其實是否都反映大環境 又復甦的跡象 其實為何今天我選擇去推順二玻璃 這是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其實周末公佈於 一些宏觀經濟數據上 都很壞參半 但在好的方面 就是固定資產投資 都見到出乎意料地好 其實無論是說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就是整個固定資產投資 或者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 都明顯地有個改善的跡象 特別說房地產投資 之前提及到 建築玻璃現階段 需求仍然比較疲弱 就是一些房地產發展商上面 動工二玉非常低 但特別說近幾個月來 內地有些相關的政策 去扶持整個房地產行業上面 現階段無論是一線城市 或者二線城市 庫存已經大幅地改善 所以未來這幾個月來講 不排除一眾房地產發展商 動工二玉有機會從低位反彈 所以我覺得房地產開發 固定資產投資 有機會從低位 有回升的跡象在 當然的 頭兩個月升了3% 不算非常多 但是這個扭轉的勢頭 都會有利建築玻璃的需求 未來來講 始終內地政策上 第一方面 在玻璃行業上面 的確是有個負責 要幫他們去保存 第二方面 內地的房地產行業 同樣地都是由 受惠政策的負責 所以我覺得 在政策層面上 順二玻璃 我覺得在玻璃的需求上 未來陸陸續續 很多政策上 特別刺激這些基建項目 特別在房地產投資上 我覺得後市來講 有機會見底回升 所以說這個順二玻璃 我覺得今年的上半年 業績來講 仍然有條件繼續看好 好 我想問一下 這個股份 有相當多的利好因素 另外 有什麼風險因素 投資者同樣要注意 其實風險因素 現階段 我會覺得調轉 之前說的 建築玻璃的風險因素 會相對比較大 但現階段 我正如今次看好 就說建築玻璃 始終說 未來有政策扶持 我會看好一點 但相對地 氣車行業的放緩壓力 其實就會更加之大 現階段最主要的增長量點 都是說一些新能源汽車 但整體整個汽車市場上 我覺得表現非常疲弱 甚至說 內地出一些政策 去刺激汽車行業 機會性不大 這幾年來講 汽車行業可能有機會 由他們自然去淘汰 一些落後的汽車品牌上面 所以不排除 真的在汽車行業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策出來 所以在汽車玻璃上面 很難會有刺激作用在 另一方面 內地方面之前提及到 玻璃行業 是屬於一個高排放的行業 未來來講 這些排放的措施 減排的措施 只會越來越嚴謹 這方面都令到他們 在生產線上 如何減排的相關成本 會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最重要就是 始終建築玻璃 和經濟的敏感度相對比較大 內地現階段 經濟下行壓力 都會仍然是比較大 頭兩個月固定資產投資 是不是真的改善 還是一些春節價值的因素 這方面都未完全明確 所以我覺得都要看到 一兩個月 如果見到固定資產投資 在未來這幾個月 都仍然疲弱 我認為信義玻璃 就要開始加倍小心 最後一齊看看 Arno給我們的投資部署 你所建議的買入價是現價 目標價是5.4 指示價定在4元 今日中午收市價是4.6元 信義玻璃 最新的報價是4.62元 升幅超過3%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Arno做新報 這個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到其他直覺環節 好